会员代表大会为高雄县职业总工会年度盛事 市长陈其迈在会中表示 他为上任市长时 高雄各行业盈利销售总额约4兆5千亿元 如今达到约5兆8千多亿元 增加1兆多元也带动税收成长 在我们高雄市去年 我们的营业总颜 高雄市这样做生意 顺利将最求是我们的三项 这样我们的营业营业总统叫法庭 总共是5条8千几元 过去我没做1丁就只有4丁就有5人 现在多丁就有5 这都是我们的合同拼在职业 我们做的路在打拼 所以我收拾一下表示感谢 有什么表示感谢呢 因为营业如果高 我们的税收就高 所以我们在旧年的税收 优数以来 中佣税和平衡税 这样加起来超过1,800千 这是破亡的 他们人口其实差不多400万 我们人口都要2,70万左右 但是大家这样打拼 这是非常辛苦 但是对我们公众市 我们的民生平定 对一个营业担担 所以我会给大家 我们路上边会表示感谢 陈其迈表示 高雄的劳教经费原本是1,400多万元 去年提升至2,000万元 因应物价上涨 他说明年会编列更多相关经费 以保障劳工朋友的权益 我们的劳教经费 本来都是1,400多万元 到去年已经给我们2,000万元 我给我们公众长交代 每年又要变成的时尊 我们也要犯家 公众长在告诉我们 市场有钱 当然没有钱也要生钱出来 不然我们刚才说 我们税收有犯家 当然我们对网友的照顾也要犯家 第二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的东西都要购买了 对不对 你们经费都没有购买 这样不容易减买各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老板的劳教经费 由于保障的行为 高通、借责、什么的 附近如果有购买 我们公众长也要犯家 所以我跟台北说 只要两千万元 明年我们再犯家 让我们的劳工够用 因为劳教的部分 这对我们的劳工的安全 应用很大 陈其迈提及 高雄正值城市转型关键时刻 包含桥头科学园区 台积电投资设厂 亚洲新湾区 及人物产业园区等 市府借由招商 让高雄产业更多元 促进经济发展 也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